总结一句话 2D15P不只是把三种工具堆在一台机器里 而是通过干净的电源架构 高效的核心助理和严谨的模拟前端 把四波信号输出和精密测量 做到了小体积高可靠和低干扰 各位朋友大家好 上期的测试中 菲利瑞士2D15P三合一四波器 在波形发声和万用表三大功能 都表现得很稳定 闻波和测试精度数据也是相当了眼 但是一台能把三大核心 装进小小机身的设备 内部到底是怎样的布局与隔离 它的四波器前端 ADC采样 DDS波形输出 万用表 两层切换与电源管理 是怎样在有限空间内 实现性能和散热的平衡 今天我们就拆开2D15P 着层弗希他的电路架构 关键元件和屏蔽散热设计 看看菲利瑞士是如何把 三合一的复杂系统 做成一台便携又高效的 综合测试仪 内部真实的工程细节 现在我们一起来揭晓 仪器拆解有丢丝保修的风险 请大家不要模仿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四波器螺丝 都是采用的内六角的螺丝 我们把这些螺丝全部卸掉 卸掉螺丝以后 扣盖稍微提一个缝隙出来 用指甲就可以把它扣开 这就是打开后的样子 背板和主板之间有一根排线进行连接 排线上面打胶固定的 扣掉胶以后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排线断开了 内部的主板布局也是很规整 外用表部分 这里有一块小板 连接到主板上面 卸掉螺丝以后 就可以拿出外用表笔的接口 以及这一块小板 取下小板就可以看到 屏幕的连接排线 屏幕排线我们先把它断开 然后把这些主板上面的螺丝 全部卸掉 认证的一个装饰块 我们把它取下来 这个装饰块还是个铝合金的 按键的装饰块也是铝合金的 拔掉上面所有的楦钮 然后就可以拿出主板 硅胶按键做工扎实 屏幕是直接粘在这个外壳上面的 这一块就是咱们取下来的主控制板 排线的地方都是打胶固定的 这上面还有一个缩大的屏蔽罩 这个屏蔽罩是扣在这个板子上面的 可以直接扣下来 然后整个板子上面的器件 我们就可以全部看到了 背板上面的电池 是通过双面胶固定在背板上面 有排线直接连接在这个小板上面 这个小板我们也把它取下来 这个就是电源管理小板 固定风扇用了三颗螺丝 这是mini的小风扇 这就是咱们拆下来的内部的所有的东西 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拆下来的这些模块 然后我再来分区分功能 来给大家介绍它内部的电路 及原机件的情况 我来介绍一下 我来介绍一下 那是至少的 在这些大路上 我看你画的电路 我看你画的电路 就在这些地方 有点放那些 我看你画的电路 但是我看你画的电路 那么多的 不通过 那是用电路 在这些地方 我看你画的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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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壳猜客的第一感觉 就是这台菲利瑞斯2D15P整机的内部规划 非常的讲究 从供电到信号处理 每一个功能区都具备独立的空间和走线 但又在有限的体积里被整合的紧密 而有调理 电源输入 系统控制 高速处理 精密测量 几大核心单元 互相隔离又高效协作 可以说 这台三合一示波器的内部 不只是简单的堆叠元件 而是一套经过深度思考的多层架构 既考虑到长时间运行的散热与可靠性 也兼顾了信号的纯净和数据的适时处理 接下来 我们将依次按照这些关键区域 逐一拆解它的布局和设计 去揭开这台机器 能同时渗润 试波器 信号输出和精密测量的真正秘密 这一章节 我们来看2D15P的电池与主供电系统 供电核心是一块5000毫安的聚合物电池 为整机提供长时间的便携续航 充胖电管理由深圳一级系科技的IP2315承担 这是一颗常见的单节理电池充电芯片 负责电池的横流横压充电 保护和电源切换 电池输出端经过一颗222的合金点杆 与山东京岛微电子的SS34消特机耳机管 构成高效率的升降压与蓄流回路 江苏润石科技出品的2227模拟开关 实现电池和外部供电的自动切换 美国安森美半导体的型号NUP2201顺态一致耳机管 则为输入端提供静电和浪有保护 散热风扇由A09T开关管控制 温度达到预止时自动启动 保证长时间测试的热稳定 主板内部的电压分配更加讲究 江苏核润微电子HX4004A电荷泵芯片4颗 提供小电流多档位的偏压 如运放双极性供电或屏幕驱动电压 北京圣邦微电子SGM3204两颗 负责低噪声线性尾压 为前端放大比较等对噪声极其敏感的模拟电路供电 杭州系列结半导体SY8088A4颗 是同步降压型DCDC 用于把电池或USB5V转成 FPGA 主控 ADC 存储等需要的 1.2V 2.5V 3.3V多组核心电压 无锡新萌微电子AP3128A 专门为前面板的按键背光和LCD屏幕背光 提供深压横流驱动 让操作按键在暗环境下也能清晰可见 多路DCDC和电荷梦按键背光独立供电 不仅保证了整机长时间的稳定供电 也为后续的高速信号处理和万用表精密测量 打下了干净的电源技术 这就是为什么2D15P在我们长时间测试中 既能稳定驱动FPGA高速采样 又能让万用表部分保持低噪声高精度的原因 接下来是整个2D15P的大脑部分 也就是主机与整机的核心布局 它的设计理念可以概括为 主控统筹 FPGA40 各功能模块 独立分区 首先是主芯片部分 主控核心是一颗100脚位私音被打磨的芯片 旁边搭配台湾华邦电子128Mbit存储 负责系统界面操作逻辑和各模块数据管理 主控旁边 荷兰安氏半导体74HC595 一位寄存器两颗 用于扩展和驱动前面板按键背光与指示信号 使主控IO资源得到高效利用 高速数据的适时处理交给了上海安路科技FPGA芯片 型号为1G4S20BG256 这是一颗国产20K逻辑单元的FPGA 它与台湾华邦1Mx4组 乘以16位SD-RAM搭配 完成试播器波形缓存 触发控制 波形合成 以及信号发生器的数字逻辑输出 与FPGA相邻的两颗四四八角位 被打磨适应的ADC芯片 则是双动道试播器的高速采样核心 把模拟波形转为数字信号 并适时送入FPGA芯片 第二就是万用表部分 万用表被设计成独立的小板 从前端保护到数据输出都是自成体系 核心是一颗64角位 适应被打磨的芯片 集成DELTA SIGMA 采样与两层切换控制 外围的厦门鸿发电声出品的 HFD4寄电器 用于两层切换 德国依萨普兰的高精密低温飘 R010分流电阻 和1Ω射环贴面电阻 负责电流采样 输出原特半导体出品的 VPS8504B微功率隔离电源 加上VPD85BB-02A推广变压器 为小板提供独立的电源 上海融派半导体出品的 Pi122U31数字隔离器 确保测量数据在高压环境下 安全传输回主控 再加上江苏任时科技出品的 RS3236-3.3精密基准电压芯片 和8兆赫兹金针 这些配置让这块小板 能在与主控完全隔离的情况下 完成高精度测量 这也解释了 为什么它在我们实测中 可以与弗洛克专业表接近 双通道四波器部分 每路通道的电路完全对称 两路器件一模一样 这里只列举一个通道 输入通过厦门洪发电声出品的 HFD4继电器 用于选择量程 经台湾关系电子Y214S 光偶隔离后进入前端放大网络 核心使用美国亚洛德半导体 型号为4817-1的低噪放大器 江苏润史科技出品的RS621运放 美国德州仪器出品的型号LMH67 低噬针放大器多级组合 保证信号干净和带宽充足 荷兰安市半导体出品的74HC4051 模拟开关和美国德州仪器的 TLV3501A高速比较剂 提供高速切换和触发 外围的31M高频三节管 2TY PNP J3Y NPN以及431精密基准 构成保护 偏制与参考网络 进一步降低温票和噪声 最终信号送入那两颗 适应被打磨的高速ADC 再由FPGA芯片适时处理 第四就是DDS信号发生器部分 信号发生器的数字波形 直接由上海安禄科技的FPGA芯片生成 通过北京圣班威电子SGM8091运放重构 和放大后送出到BNC 这种设计缩短了信号路径 保证波形纯净且响应迅速 这套主控加FPGA 加多分区供电 加独立万用表纸板 这种架构让2D15P在一块紧凑的主板上 无缝整合 试波 信号输出 和万用表三大核心功能 并且长时间使用中保持低噪声 高稳定 易散热 它不仅在测试中交出了稳定的数据 更在内部架构上展现出完整而专业的工程思路 猜到这里 可以说这台菲利瑞斯2D15P的内部结构 展现出超出体积预期的工程水准 它的电路设计有几个亮点 值得单独拿出来说 第一就是电路分区严紧 供电干净 从5000毫安的缺合物电池 到应急性的IP2315充放电管理 再到主板上面的多路DC-DC 电荷泵 LCD背光驱动 每一条电压轨都有专用芯片供电 关键的FPGA ADC 万用表的AFE 都拥有独立低噪的电源通道 并服役精密基准与防护器件 这种分区供电让高速采样与精密测量互不干扰 也保证了长时间工作的热稳定与低噪声 第二就是核心处理架构高效 整机用主控筒轴FPGA40 万用表独立的结构 主控负责系统界面 存储与数据汇总 安路科技的FPGA 配合高速ADC和大容量的SD-RAM 处理波形和信号生成 万用表则独立成板 并通过数字隔离传输数据 这三者互相独立又高效协作 为试波信号输出与精密测量 三大核心任务提供了坚实的硬件保障 第三就是前端模拟设计讲究 双通道试波器的输入保护 低噪放大 多级比较与触发链路 加上外围的精密基准与高频三级管 让百噪带宽下的波形仍然干净稳定 这与我们前期的文波与触发测试结果高度一致 说明这个设计并非纸上谈兵 第四就是紧抽布局与可靠屏蔽 主板的走线密集而有序 各功能区物理与电气隔离清晰 关键的前端与高速数据区 加了金属屏蔽罩进行隔离 大大降低了高频串扰 也为长期稳定使用打下基础 总结一句话 2D15P不只是把三种工具堆在一台机器里 而是通过干净的电源架构 高效的核心助理和严谨的模拟前端 把试波信号输出和机密测量 做到了小体积高可靠和低干扰 从外到内的全面测拆下来 这台菲利瑞斯2D15P三合一试波器的整体表现 可以用稳定准确合理来概括 在前面测试片 我们验证了试波器波形发生器 万用表三大功能的可靠性 试波器的部分 文波测试与台式机趋势一致 波形发生器参数调节灵活 输出干净 万用表独立隔离 Delta 西格马采样精准 大电容的电容测量速度更快 这说明它的三合一设计并非噱头 而是真正做到了可用稳定且高效 拆解后的电路也印证了这一点 从5000毫安的电池 到多路DCDC 电荷泵组成的分区供电 到主控统筹 FPGA适时 万用表独立的核心架构 再到前端的低噪放大 精密基准 金属屏蔽 整机在供电信号处理和抗干扰上 都做到了专业水平 工程师在小体级里完成了三条 独立又协同的电路路径 让试拨信号输出和精密测量 能够长时间稳定运行 价格与价值也是同样亮眼 以这台2D15P的双通道100兆试拨器 DDS信号发生器 和独立万用表三合一的配置 如果单独购置同档次的三台仪表 价格往往需要超过1000元以上 而它的售价仅售700多 就能提供这些完整的功能和扎实的电路设计 如果你的日常需求涵盖 电子学习 DIY调试 电源纹波监测 或者希望拥有一台兼顾桌面和外拍的多功能仪器 2D15P是值得放心选择的一体化工具 它不仅可以胜任日常开发和维修 还能节省多台设备的投入和空间 让你的工作台更加的简洁高效 在700多元的这个价位段 它展现出的性能与工程水准 确实非常具有性价比 测试为了了解 才是完真相 认真车载客观收出 我是李火车载 非常感谢各位老铁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 有你们的陪伴 才有我一直拆下去的动力 这期视频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